在这个末法时期 提到佛教 我们都会留言留言 佛教已经到了 存亡 极绝的关头 我们不认真努力 佛法可能就灭了 我们的心形 不符合佛菩萨的要求 佛菩萨海浪护之 慈悲到极处啊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如果我们真正 一教修行 佛菩萨这样护持 我们叫的是理所当然 我们没有一教奉行 戒定会三学都欠缺 每一天在经教里 得学一点皮毛 没用处 心没改啊 就是最简单这个方法 我讲了很多次了 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都做不到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 真的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心里面还是杂乱了 忘念纷飞 全是妄想 没有真念 这是什么呢 这是听心不够 没开悟 为什么不开悟 没有恭敬心 真诚恭敬心不够 印足常讲 一分沉浸对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对十分利益 我们连一分沉浸都没有 一分沉浸是真心 二分沉浸是真戒 你真理解了 三分以上是真感 决定往生了 真真到场 里面的诸众 四众在家出家 男众女众 心底亲近 没有忘念 齐心动念 思道 想到学习经典里面讲些什么 没有忘想 不思道的时候就想佛 亦佛念佛 现前到来 必定解乎 不夹杂 不怀疑 这种精神 这种心情 接受受释放供养 你能消化得了 他们是真供养三宝 他得福 我们的心情不相应 他没有修到功德 他修的是佛德 不修佛的人 不知道这些事情 我们对经教 六十年 其二不识 这些事情 我们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齐心动念 死道 开口闭口 念佛 这是你行在菩萨道上 你行在正法上 这个道场 有一个人 两个人 儒教修行 这就叫正法道场 那如果是没有 好在我们四中同修 还没有造重大的威仪 大概祝佛如来看到 这已经很满意了 我们要体会到 祝佛菩萨的慈悲 祝佛菩萨的忽悯 我们对祝佛菩萨 亏欠太多了 对社方的护法 亏欠就更多了 希望大家努力 从今天起 回头是难 还来得及 今天 一定要明了 一定要清楚 是我们修许 忏悔 之所依据 什么叫喜 什么叫真 什么叫善 什么叫我 要以今天做标准 好 好